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話題厲害了 他被譽為魔鬼的化身 亦有人說他簡直比F1的換態隊伍 究竟是什麼?究竟是神還是魔鬼? 沒錯 可能你已經猜到了 他就是沙田第一城鎖車王 為什麼今次跟大家講這個鎖車王呢? 因為即將解約了 為什麼說到這樣呢? 引起很多網民都關注 究竟這個沙田第一城鎖車王有什麼厲害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沙田第一城鎖車 我相信大家無論是開開車的朋友 不開開的朋友都很可能聽過他們的事跡 尤其是開車的朋友 如果你有機會載朋友去沙田第一城 你試試放下車 快過F1車隊 他們那種鎖車的速度 堪稱全球第一塊 有人就說他真的很誇張 當時有很多網民被鎖車的網民都插到天花板 無論網上的批判也好 現場直擊罵也好 其實之前有很多不同的威水市 其中有些名車 林寶堅尼還是什麼 有位美女被鎖了 又說買一瓶水 有些人就說我落地 一會兒都不夠 一會兒就馬上被鎖 超級大鎖 不是孖葉 鎖得住 這個第一城車隊 極速鎖車 我覺得真的威震全球 何之威震全城 你說霍拉里也好 F1車隊也好 什麼厲害 紅牛車隊也好 鎖著方程式 進去 比賽的時候 換四條輪 說兩秒幾 他過來拿鎖 鎖 鎖你的車 都差不多速度 所以有人就覺得 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現在和大家一起直擊一下 他們不做了 為什麼不做 有人就說 背後原來有一堆辛酸屎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究竟有什麼辛酸屎 原來這位被譽為 沙田第一鎖車王 叫做姓關 阿關先生 他接受香港傳媒 另一訪問 他說鎖車鎖到 現在神真鬼厭 他由21年1月起 坐鎖沙田第一城 我其實 他說到沙田第一城鎖車速度快 我相信不是由21年開始 他之前那些鎖車師兄 簡直是灌絕全球 他接受了這麼厲害的美譽 比喻為第一塊鎖車手 不是第一塊鎖槍手 他全因鎖車夠辣夠狠 有人封了一個袋給他 叫鎖車王 為什麼他們這麼狼胎 有人說需要跑數 有人說他們有勇賊 那究竟是不是 由阿關先生自己 和記者說清楚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你又不做 有人估計 第一城鎖車隊 瘋狂鎖車連收入 可以過百萬 鎖車鎖得這麼好找 有人說不怪得 你瘋狂鎖 那關先生 他自己這樣說 沒有這個事 哪有過百萬 他自己在第一城鎖車三十個月 至今最少鎖過六千輛車 大概七千輛車 單日最高紀錄 二十六輛車 你想想 平均一小時 就鎖到一輛車 多誇張 大家在想 第一城都不是小 有人說有多誇張 那車停在那裡 他就走過來鎖 你也要知道 那車停在那裡才可以 他們簡直好像天眼通 只要那車停下來 司機一落地 然後走過去 他就好像神漆鬼沒 然後就 一個 地飄出來 然後就鎖了你 給你一個 對 他很厲害 總之你第一城 就被他踏到你了 很厲害 所以他那種誇張 就是很多網民 真的 是否景仰呢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有很多鎖車的司機 就不會覺得景仰 那些都是黏筋的 心想是否這麼狠 關先生說 在21年最好景的時候 基本上每天 十幾部車 全盛時期 每月 大概 賺到五萬元 那你就算吧 有人說他過百萬 我當你五萬元一個月 一年都是這麼好賺的 那你十二個月只有六十萬 對嗎 距離一百 這個數字還有些距離 他就這樣說 還笑得出 有人說你也瘋了 笑得出 不罵你 真是撿贏 坦白說 我簡直是神 這麼久以來 第一城都沒試過這麼厲害 那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因為其實鎖車 你不要以為沒有技巧 他們鎖車不是這樣 隨便找鐵鏈綁住就算了 有專業 真的鎖車用的鎖 套著那輪 大家都知道 在街上 不是你估計的 都是前七 尤其是現在香港人的 駕駛車 很名貴的 你隨便做過百萬的跑車 然後你懷疑我鎖你的時候 你不小心跟我說 我弄回你的連結 又說弄回你的碟 一會再弄回你的東西 又說那裡要回原廠維修 可能幾萬 甚至乎過十萬不等 他們如何做到快 靚正 說到 由於鎖車王的賭 響片傳說 每逢有駕駛者去到第一城 一定打醒十二分精神 避免鎖車 送貨送外賣 柯督料都要快 所以我剛才說到 他能夠這麼高效率 原來鎖車隊和第一城的管理署簽了合約 有人說 我之前那些網絡謠傳也好 都市傳說到 好像他們自己的袋一樣 不知以為傳送入他袋 所以才這麼下力 關先生自己解釋 鎖車隊的合約是每年1月1日到12月31日 逐年簽約 管理公司只會提供鎖車架 但沒有底薪 沒有勞工保險 沒有年假 沒有服務費 正所謂是百母 即是他把工作判了給你做 自負刑規 至於你打算用來做巡邏的車 你自己的車維修 保險 油費 由鎖車隊 你自行負責 換句話說 你可以找很多人 你可以找一百幾十人 但你那些工資 我就不包你了 你自己想好 那條數 是怎樣可以算得到呢 那就看你自己的本事 而說鎖車隊 靠什麼維生呢 正正就是那三百二十元鎖車費 入到第一城 你為例泊車 總之你隨便丟下車 他一鎖你 你就要給三百二十元開鎖費 對 扭開鎖 把鎖出來 然後你就要給三百二 正正你以為三百二這麼少 不是的 很多人都瘋了 為了這三百二 說到每鎖一部車 原來阿關先生 就有二百四十元 說到他八條東西 就交回管理公司 二百四十元 就是他代 他也算是代得多 在這三百二來講 你想想一部車二百四 十部車是二千四 如果他一天鎖到十部車 即月入二千多 一個月三十天 你便自己計算 但是不會每天都這麼厲害 讓你鎖到十部車 你第一城的檔這麼響 對嗎 好 說到每個月鎖到第九十一 和第一百九十一的時候 拆帳金額就會上調到二百五十 和二百六十 原來你們有目標 所以有時候都市傳說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 只要你打到目標 你打中那條巴 你便會升到一條巴 跳巴 就像人家的銷售 跑金額一樣 你到了某個金額 然後你拆帳那個倍數 就會幾何級跳 其實刺激你 鎖得快鎖得多 總之就是是車都鎖 所以說鎖車隊不斷鎖車去增加收入 和增加更高的金額 由於沒有底薪的底薪 你可以懶得 一輛車都不鎖 你便沒有鎖 你那月吃穀腫 就算你說不是 我隨便了兩下 你便自己計算 燈油火 不用 是沒有租 你的車 你那個行步兵 拿著鎖去 鎖很重 你還要找人幫忙拍照 你猜一個嗎 最少一兩個人 他們都要維持生計 首先就是避免同行爭食 原來阿關先生指出 第一城現在有兩隊鎖車隊 所以你不要以為他做了 這個管理方式也算是這樣的 挺狼胎 我找你做 這個工作不只是你獨市 因為擔心 你獨市你不休做 總之這個月我找夠了 其餘去到月尾便鬆開手 即是跑爆數的時候 你便停手 會不會 不會 因為這個魚堂有人跟你爭 你不要以為這些車全部你吃光 有兩隊鎖車隊 即是有兩隊外判的 而每隊鎖車隊 只有一個人 即是重要 你以為這間外判公司很大 不是 one man company 兩個都是one man company 你想想 即是好像人家打網球也好 或者捉鬼 玩捉 捉伊恩 尋寶遊戲 每個人 每隊都是一個人 你們找到 迷拍的車輛越多 你們找到獎金越多 每次執勤 就會駕駛在這個屋苑來回巡迴 避免爭食和增加收入 兩輛車都可能在不同時間執勤 有早間 早上晚五 還有夜間 晚一 下午1點到晚上10點 會不會有些時候 是比較多的 說到鎖車隊下場巡邏和鎖車 都遇到一個心態 遇神殺神 遇佛殺佛 司機前腳落地 鎖車隊後腳來鎖 正所謂極速一分鐘鎖車 神技就是這樣練成 當然 當然 你轉頭 可能你開水 你可能 很急 不找個地方 鎖車 兩三分鐘 這兩三分鐘 你那二百四 你自己就代不了了 你想用兩三分鐘 找到二百四元 就要鎖它 鎖它 即鎖 所以練成 逼到你 你對著所有車 都覺得它是錢 一個機會 這麼大的金錢 你不收拾 只有兩分鐘 你收拾 好了 說到說 除非司機有 申請站泊證 否則 你喊也好 跪也好 典地也好 你也傻 當然不會 我看你一面 你要我給你二百四元 你也傻 而鎖車隊幾乎 全年無憂 因為管理公司要求鎖車隊 每天開工 關先生表示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有三天 初一初二初三 管理公司黃欣浩蕩 因為第一城居民 都不願意鎖車 其實這也是 等同在街邊 現在都少了 當時過農曆新年 大年初一 初二 通常都有些 很多人都說 通常都網開一邊 不抄牌 為什麼 大家都知道大年 誰想申請頭 給人開年 但是近幾年 都不是 初一都照殺你 好了 這段時間 關先生 都叫做收入得不錯 但是 不好意思 在這個賺到錢的同事 你就被人掛了一個 壞名了 打運全香港最壞的工種 都不一定的 鎖車 鎖得多 怨氣多 個個都覺得你不對 最少一定要帶上 老爸老母上班 這個大家明白 一定被人問候 全家人都齊齊了 你喜歡今天 找我哪位家人 他說 鎖車期間 被人罵 已經是基本功了 更加試過 兜頭臨飯和襲擊 最後只能夠報警處理 記者就問很多外賣員 和送貨司機被鎖車 都不見了大半日人工 他說沒辦法 迫著都這樣做 當飯吃和糧心的時候 我沒有選擇 舉例而已 意思就是 你鎖車送貨 你鎖車賺吃 我就鎖你的車賺吃 那一定有矛盾 大家鎖了車 你跌了320 可能那天白做 只能夠說 你沒理由 你預罪到我了 所以 有人說 大家都是打工仔 會不會瘦鬆一點 我對你手縮 正所謂我對你仁慈 誰對我好 沒有人對我仁慈 對自己是殘忍 我收入少的時候 誰可憐我 就是抱著這種心態 因為是局鎖 他解釋 每個月養車基本開支大概一萬至一萬三 連油費 車保 維修費 他說如果你鎖不到車那天 就吃蛋 你回來也白做 因為 入油都要錢 他開自己的車做PATROL 他說他不吃的 車都要吃 那就是啊 又費那麼貴 他出了名勤力鎖車 又快很準 說到由於 大家已經問第一成 而豐便 早前 有很多網上的討論 有很多送貨的司機 無論他真的送貨 送外賣也好 說明了第一成我不去 不要搞我了 進到去 只會我不見302 我免得白做 很多都說 你們自己想辦法自己去拿外賣也好 或者 你要我送貨 你找個地方外面交收算 我不踏足進去 簡直是恐怖 好了 說到駕駛者 因為這樣 有個鎖車王在這裡 就自律了 而第一成的違法問題 也都大幅改善 那自從 關先生都自己覺得 很難找到獵物 結果 就變成一個問題 水清則無魚 這句說話 很簡單 由於有這麼強勁的鎖車隊 等同 你突然之間 擺了一堆飛虎隊 擺了一堆反恐 全香港 每一條街上最少一隊人 香港那麼多街上都有了 重火力的 你還有沒有打擊標譜 或者搶東西 少了 甚至乎沒有 一有就立刻把他擊斃 你試試 這個全世界也是 你試試 一個地方 全部都是軍警 那時候 誰敢犯案 沒有了 一定是這樣 所以 問題就是 其實很尷尬 越勤力 就越無法做 由於 這個鎖那麼響 他由22年 11月起 鎖車數量大減 他的收入 亦都隨則下滑 今年更加嚴峻 最少 至少 不見了七成的鎖車量 他說 市局一天只鎖兩部車 只有四百八 入油都不夠了 別玩了 好了 由於他收入大減 打算不做 再有居民投訴 鎖車隊 長期佔用街市射貨的單車位 令到他 算了 沒人了 他指出 他們的車隊的車 一旦壞了 就要找後備車 所以平時 將後備車 就停在街市射貨區 但是管理公司 接到居民投訴之後 就要求鎖車隊 你自己找位 什麼都是你自己搞定 所以關山就指出 如果在區內找一個車位 大概二千五元 我已經沒有底薪 還要basic 我還沒計算我自己駕駛那部 要有費 每個月有二千五百 即平均 五百一百一百一日 換句話說 如果我吃八果 就虧了 所以他就決定 和管理公司爭止合約 就在這個二十五號 撤出第一城 好了 那究竟明鎮一時的鎖車王 會不會真的不做呢 他自己就說 休息一下 未來應該還會在鎖車界發展 不如試一下 試一下去那些formula 試一下換胎 既然這麼快 可能出了這條香港隊換胎 比世界紀錄更快 世界紀錄兩秒幾 一秒九幾 好像最快的紅猴 官物論點都好 現在鎖車隊 由於生意淡薄 甚至乎 都不是增多足少 沒有魚了 撈光了 現在他們撤退了 可能管理公司都覺得 既然大家都自律 那就縮減人手 會不會到時候又變回 好多人 偷街那裏 泊車 如果偷街泊車 分分鐘 這位鎖車王 可能捲土重來 但怎樣都好 大家都小心 無論你在那裏 或者在街上 偷街泊車 打算拚好 所以不抄牌 我建議就不要拚了 因為近幾年 抄牌都很厲害 無謂大家 被人罰幾個水 好 今天時間講到這裏 下一節再講其他事 拜拜